大家好,歡迎收看菜經ABC 錄音時是星期四晚的9點20分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和按下旁邊的鈴鐺 記得鍵了全部就像這麼多的影片 正所謂有港理台 無窮人 嘩,多了,前陣子就在高位徘徊 現在都在高位徘徊 是的,跌了零點幾% 這幾五日 沒錯,都是高位徘徊 金融都沒什麼運行 基本上 接下來我們看看 10年債息就驚嚇了 好了,繼上個星期 我們看到這個 前個星期,看到這個新債王走去 4厘抄底10年國債 今個星期爆上4厘2厘 今個星期都到過了 4厘15 這星期升了15點 接近20點 是的,債價又不斷煤 還有一些人預期 可能加息也很凶狠 這是這樣的預期 因為我們的模型 股聯儲局操作 是用加息的聯邦基金力率 追過10年債息 為什麼經常看這個呢? 因為10年債息一直升 它的加息是不能停的 但是由於非常醒目的 新債王動手 以及我們上個星期 如果你記得的話 這個縮表很狠 似乎4厘都到了目標範圍附近 有些聰明的人覺得 這個時候 似乎4厘有好處 可以買東西 但是今個星期 都飆高了15點 才有些驚嚇 所以那些人就 學得A君 就反過來唱再加了 是的 再加上俄羅B 和沙特那邊 一起玩減產 所以老美又說 整戰石油出來 但好像按不住那小 對了 也按不住 對 看一看油 油價經過阿燈神 不斷努力的時候 都是86個多公共 好像有 兩元 跟上個星期 差不多 接近 都是這樣的形勢 你看看圖 上個星期 都貼近 這個情形 都是上個星期 88個多 86個多 錄音的時間 都是這樣 都算是高位徘徊 這個80多元 應該是目標價 80到90元 燈神當然想押下去 但你印了這麼多美金 人家80多元 都很合邏輯 只不過照比例升 當60多元是正常 你印了那些銀子 得多了這麼多% 油價升回這麼多 其實差不多 人家都要回他的樣子 好了 雖然說通脹這麼高 通脹高 油息高 總之金就沒得升 老增入定 我記得上星期 都是這樣欠了幾元 打橫眼 好像沒什麼了解 像心電圖一樣 掛了心電圖 掛了心電圖 是的 美股很帥 竟然升了5% 其實有點鼓勵不了 我們是否要看看 聯儲局的QT有什麼 你真是聰明 我知道我準備了 我已經檢查過 QT沒有做過 快不知道 所有的謎都解開 大家想著他很凶狠地去QT 誰知道沒不做 所以就上了 不用看這麼多東西 做了一個星期很凶狠 然後第二個星期就 休息一下 這樣 還有這個太淡了 陰綿島這麼淡 還有如果之後有大件事發生 都是要高台跳水的 我想他可能收到封 瑞信可能不是太好 所以不夠膽 現在這麼狠地QT 看多他一個星期 看看他有沒有出事 對 可能省了幾次加息 就不用太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可以掛掉就行了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 為什麼我們涉嫌他可以掛掉的問題 我們恆生指數 我想烏克蘭的股市也是差不多 哈哈哈哈 有的嗎 烏克蘭有股市嗎 他剛剛才停電 應該也有一點 對啦 非常之 如果你說這個星期和上星期 加起來非常之差 整個月都輸身家 一個月輸你差不多12% 這個恆生指數 這樣落法有點不妥 對啦 其實是 怎麼說呢 可能是最弱的這麼多個 這個都不能夠不懷疑 其實有下一步行動 老美對我們的金融市場 這是最合理的推測 這些政策 如果有人事先知道 沽還是火先有沒有犯法 A君 當然沒有啦 又不是沽本地 我們老美那些人 知道哪隻股上 買那隻股 就或者有可能 有些些機會出事 現在是知道 那些大政策 然後還要買的 不是美股 是買九不答八的外國股 恆生指數 你問一下西人 有多少個股 讀都不會讀 真是有道理 所以呢 這個起手式 非常難看 那似乎 都是有危機 不過呢 本台的觀眾 應該有最慢 最慢的 都一個月之前 都清了倉 沒有希望 是吧 之前 我想 連頭都叫人家減的了 一直 是吧 中間彈那一刻 都有叫你加 其實有些負責 不過傑森後 就洗倉 沒錯沒錯 至於A軍 也是看回 西人 巴斯 搞我們 代表 不是巴斯 而是因為 他收到 命令 明知道一定 輸的盤 都要下盤 就是打算爆 爆大堆 所以 A軍 都知道 一定有人搞你 對 對了 這個 你要留意 聯儲局沒有縮表 聯儲局沒有縮表 的情況之下 10年債息都升這麼多 這個就非常可疑 我知道能夠說 因為之前 上星期 那些債息升到過4厘 都說聯儲局縮表很凶狠 對不對 還有因為 俄羅斯育制升溫 上星期 是習北契之後 就是加期行動 可能被人嚇一嚇 上星期有錢去了美國 聯儲局上星期便可以縮表 上兩星期 接著 現在我們看回 聯儲局縮表圖 是上星期到 11日 但是 這一下 走爛的錢 只是零了 又沒有了 你可以這樣看 現在不關得住 A軍都蠻相信 可能是 這個中期選舉之前 就不搞那麼多 是啊 那 大家都 可能是黑制一點 對吧 這樣說 最好 股市先幫忙 不是在11月初選舉 沒錯 沒錯 其中 要做股市要升 就可以馬上市場 通上市場 在燈神的努力之下 有多針 通上市場 可以通往下 那就不要想 現在會發生了 那他會發生了 麻煩 說了就做了 你看到 他不想拍照 这个俄罗宾那边的东西 当然啦 现在俄罗宾这样反攻发 搞到乌丹丹那边 叫救命了 是啊 那里真是很糟糕了 似乎是打牆 不过我们这次也有少少报道 我们看看 另外 这个比特币没什么 没什么人看 很多正在生息 实实在的东西都是这么便宜 比特币没得计算 那些人就不理了 没什么好搞 因为你现在踢上去 没人过来勇你 这些勢 没什么意义 另外 英镑就是 反弹了一点 英镑应该会做好 我看看这个事态的发展 是啊 尤其是在录音的时候 我们录音之前的半个小时 就出了这件大事 是啊 是啊 就是卓慧B辞职 卓慧B辞职 大家可以看看这条线 咦 是不是踢上去 是啊 踢上去 不過这件事充满了喜剧性 和陰謀博弈 我想你全国没有这个台 才把这个故事讲得这么彻底 给你听发生什么事 所以如果你明白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死亦都非常之英反 是啊 之前我们曾经推测过 如果他想得到老美的老闆的话 老美就会帮他 去搞那件事 但是看那款 好像就是老美那边 断定了卓慧B和他斩食 这个做了二五 做了二五要切 这次真的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 而人之 死者为大 所以就当没事了 现在是吧 不过他 这样就搞定了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这个底线说得这么清楚 给这个老闆听也是没用的 因为底线是用来浅踏 A君 哎呀 幸好这些同事 打算由日本 就唱定钱 说迟些唱有好处啊 是啊 那这个 果然是低位未见 真可憐 是啊 又剩下5%了 是啊 这个150 穿不穿呢 其实你问我 我就穿硬了 我跟你说 不过他在这里 趁别人做银行 再吃得和味点 我就认为是这样 就是在这里停一停 心理关口 让别人觉得 哎呀 都差不多了 让我沽咕回日子 对不起 让我先买回日子 让他先升 让那些盘子 存得够多 一跌一跌一跌 就是想赢多一转 所以站在这里团兵 移兵之计 即是 日本日子 由110到120 又跌到差不多了 由120到130 又跌到差不多了 到140 就没得再跌 还有 炒开日本日子的人 还敢拿头出来 批划1451 一定干预 没事 那现在就是150 哪个人这么说 其实呢 这件事 你不要说马后跑的体分 我录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 一早已经说了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 A君 因为如果 如果想缴制中央市场 是要放山日本 我们很久之前 没错 没错 一起看着我们中央市场 是的 要放山日本的条件 就是日子要下跌 我没有记错 是日本年幻图 应该是 是的 那时候有提过 因为那时候我们想过 老美的大图 是找日本去看着我们 所以要折起日本 所以 连晶片等等 都会遇到日本 是的 今次在谓他 这个策略 如果这样谓日本 三多年 就会翻山了 但是 中央市场 会不会由他回血呢 当然 不会 所以 未来这两年很大事 不用想 这个责任就落在肥仔欣 肥仔欣 不单止 这个习大大都公明了 是吧 不会放弃什么 不会放弃武力 当然 你这样加上 真的 有一股糯米了 是吧 好了 这样的情况 所以 Yen去150附近 哄一下你 做一下反手 买回Yen 再输多一股 这个预言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 是大期盘 在Yen下跌 不是什么意外 是大期盘 是抢生意 是吧 这个日本人赚钱的大期盘 为日本 你给些钱给日本使用 接着他就可以 强均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Yen 是一个长期的注码 可以每逢反弹 就缩少少 这样下去 都没想到太多了 总之都是这样的情况 是吧 接着我们 我们看一看 俄罗斯的精准打击 令到奴布都坚挺 似乎是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之前被人反弹的时候 弱了一些 现在 就 升回少少 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们发明了 很重要的武器 非常耐心地 精准地攻击 这个 这么厉害 是什么 自尽式无人机 神风无人机 神风感死无人机 但是里面没有载人 是的 就不用死了 就是这样 今天星期的市况 就是这样 似乎 除了美股 都一片哀虹 那股股 简直 谁跟你说长线投资 有没有听过 什么 长线投资 长线投资 这一件事 其实是想放货的人 那些人跟你说 巴菲德 是不是 卖了两三成 走不了 就说 你为什么不走那么笨 大哥 人家一走 那些东西会散 你不知道 他当然不能走 他不走 他哄你不走 你就真的听那么脆 自己 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说 就是你们 或者我们这些红 金融业的人士 要放下身段 不要常常穿西装 你跟街市卖菜 完全没有分别 我说穿了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你常常拿着一盘菜 是不是 巴菲德 就在腌炮菜 就在放十八载 是不是 你那些东西就回 大哥 又黄又梅 要立刻转手 那些股票 你知道吗 这样 你还拿着它做什么 是不是 就是在做交易 你留意一下 你做交易 你做投资 你卖不到公司 不过一半都不是投资 老实说 那你投什么资 你根本就是炒卖 麻烦你做炒卖的动作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点牢骚 虽然 虽然我没有损失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 这么说 你中毒 那样 王者之道 你还没有理由 你还没有理由 今天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神经病 这些事情做做 有些人说 今天又买什么 买什么 不用买 你等它 你等它在爆赢 那一下 为什么要把住马 塞在那里 还有你中间偷食 不是吃的时候 就没有吃 偷食 多数都是吃渣米 现在怎么说 譬如现在就是冬天 你走去 买些膠衫 买些西瓜 买些西瓜 又不好吃又成 今天买什么西瓜 你真的拿来吃蟑螂 都不合时势 完全做些东西 是不是 那 就没有什么人说 这些了 太过低階了 想着下一场线投资就是 那我们开始今个星期的精彩故事 真是新鲜满热 我们录音的时候 是星期四晚的九点二十分开始 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哎呀 我们录音之前的半个小时 就看到卓伟B走出来 唐宁佳十好 他就说 We Sign 簽多次名 这么快 其实我私宜 他说自己学戴卓尔夫人 是不是 是 其实呢 其实我想他没有说大话 戴卓尔夫人那时候应该都是很大事的 对 戴卓尔夫人 只是拍片拍得很爽 你记得他最厉害的政策 那些人歌颂他是什么 全球化 还有私有化 我猜他当时将国家资产 买了给他 哈哈哈哈 还有呢 我又想说 那时候 戴卓尔在政治上 原本都很困难的 因为做这些事情 就动很多人饭碗 当然了 但是呢 很可不可 那时候呢 就打这个 马岛战役 即是在哪里 复核兰群岛 所以很困难 那时候人们也想起他飞脚 应该很困难 当时一样 是 想着趁他生病 谁知道 就把阿根廷擠下了 那便立刻 整个英国就说 鐵娘子 那样 这件事是很可疑的 他说了就敢敢打 实际是否他打 你知道吗 是 怎样 没有 就是 我们想法多维度一点 正如 你不要别人说 你就相信 正如 那些人就说 哎呀 为什么脱欧 那些人就说 哎呀 因为我们 有间 consultancy firm 在facebook里有一个演算 然后可以投票 或者脱欧 是不是这样 现在 你记得了 故事是这样 故事是这样 突然这样做票 会不会简单一点 但是不要说那么多 其实是做票 其实是做票 第一个公司又可以卖服务 是吧 是 Facebook又可以卖起 想到 接着又可以避免被人做的嫌疑 一举其得 这件事说大话 很好处 你有没有想过 耶 不要这么天真 如果这个卓维斯背后 其实他是为了英国好 你不听我们这个台 怎会知道呢 你不会知道他做到这样的事 但是他又不明白 当年铁梁子应该是合理做交易的 没错 很大的交易才会帮他扶回来 你的代价给得不够了 这次就用你的命来做交易 你的错误用命来彼補 待会再说回来龙去马 好了 这个马斯克说 我们Tesla突然试着比苹果和塞特亚美 他说加起来 哇 这么厉害啊 是啊 他有一个宏愿 不过你别说 他以前说 他以前说 他要在电视上烤草 差一点点 是 接着他跟CFO吵架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他跟CFO吵架 CFO说 当然不要私有化了 我们现在 你现在私有化了 我们1200元 你记不记得 那段东西我记得很清楚 CFO 他们想着有些对话 曝光 就哄股民回来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还在说 一定背后有一些东西 要踢上去 还要是否真的到1200元 你记不记得 真的到1200元 你记住 这件事 你今天当它在吹水 你不要这么想 这件事 有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但当然不是现在就冲进去 你明白的 大哥 我们到要做的时候 就跟你说 很快 应该几个月之后就做 总之背后有人看中他 然后要踢他上去 不知道俄乌战争 是不是需要多些星链呢 他这个就是 他用这个 养其他打仗用的东西 没错 没错 我经常都说 德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厂 我以前也说过 太平盛世 就是做BMW 非常时期 同一个厂 就是做虎形坦克的 是吗 没错 平时那些人 坐冷板 做虎形坦克 平时就是做BMW 不过我想说 电动车做不到坦克的 一种打火 有其他东西想的 OK 他这样的设定 弄一些小的无人机 都可以 我闯一闯一闯 也是可以的 玩一闯 中了打火 掉下去更好 一举两头 接着 短期 收入选与期 有人说交付有问题 także有可能 竞争力不够 因为对手手手 übers胆 保马亦还申请了 这个钢铁核 别想着人家可以采 kimchi 怎么不回应 也eg thirty 具合数的对手 而比如这些大厂也都会做电动车 今天的情况 另外,比亚迪是迎起 比亚迪的电动车买通街,德国抱着他来疼 我在街上看到,这次真的不是开玩笑 他的车真的挺漂亮,看到香港的SUV真的挺漂亮 应该比很多对手漂亮,有很多人要收工 因为下一个目标是买电动车,其实买比亚迪是很合理的 因为他的时间很多年了,他已经最成熟 他撞了又不会着火 还有车款真的变了漂亮,作业又死了 想想想都很合逻辑 可能人生第一架电动车是买比亚迪的 是呀,想想他这架很合逻辑 好了,但是是不是环保呢? 当然不是 正如欧盟说自己很绿色,其实是向乌克兰买电 上集说,为什么他可以走绿色? 顶碳排放,当然了 人家烧完那些煤,给他电池,当然没有排放 我从来没有想过电动车是为辱色的 我从来想到电动车都是为了Energy Independence 我为了我们中央市场的Energy Independence 去投一票的 是的,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情况就是,你不是在车上烧油和排放 你不是在发电厂上烧多些煤,是同一件事 只不过你车不烧,就被发电厂烧了 你就说自己的环保和欧洲人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些说的环保就是骗鬼 但以国家战略的策略来说是一件好事 环保就用来说,我就认为是这样 好了,我发现两个新变异病毒全部都很快 死亡率就不知了,如果死亡率高就真的令人害怕 不过他就说死亡个案下降趋势 但是最近有些人说新的病毒有八成死亡率 真是很害怕 你觉得合成那种? 是的,合成,不要理了 总之就是,如果有八成真的不开关都有他的道理 我唯有这么说,开关有开关的 好处不开关有他的道理 这样也很难说,我都想不到 所以难怪特首这么难做,两边都有他的道理 好了 好了,日元逼近150 我说真的很近,刚才你看到 是啊,单0.2而已 是啊,日财商,财商就是政府官 就不是央行行长 就不见单边快速跌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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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錢贏 插進去就有錢贏 所以每天財相真的懂得做懂得擾 所以這次 連說的那一句也說了多懂得擾 央行 由於我們也報導過 有些對沖基金就是 沽英和沽政府債券 兩個一起載 如果沽政府債券 日央行 如果不理就跟英國退休金的下場一模一樣 因為日本政府債券都是賣分給自己人 都是退休金的 當然是 日本債券是出名自己人拿的多 所以經常都說 我的Debt to GDP Ratio 300% 也不用怕 自己人來嘛 自己人 神經病 所以情況是如此 日本央行就要賣債 日本央行為什麼要賣債呢? 印錢啊 在做很新的股市使用 如果無緣無故印了很多銀紙 日日日日日要跌 就是因為這樣 日日日要跌 其實你見到央行 強暴 你不可以強暴 不可以速度 慢慢地 所以加息是不行的 加息就是退休金不知持有多少日圓 但日本銀行應該持有很多日圓債券 一加丁丁息零息一加上可能跌了很多 日本全血的銀行撿得可以了 一加息整個日本的金融業甚至保險公司全部都失敗 你想像不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想像他的形勢不能選擇 所以你說對寵基金有多省 沽完國債又沽 沽國債逼他 其實是逼他引來紙就沽 實質就是要日圓下跌 不過索羅斯這次太老了 這個套路這麼明顯 他一定看到 他這次沒有動手 留意到年輕一輩 這就是目的 為何容許日圓下跌 日本九月出口我年增三成 這個你要留意的 出口增三成 但是逆差也是這麼闊 逆差也有一點點益的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想著日本是發財 賺多一點錢 不是 出口有分開計 日本作為沒有資源的國家出口 是買一些材料回來 加工再出口的嘛 所以他貿易是逆差的 都還有逆差 收窄到兩萬億 這個他真的很明顯 傷自己替老美輸血的位棍 是呀 話句說話 他這樣 他自己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他在逆差 但是 日圓下跌了之後 增加了那個出口量 你說去哪裏 當然是去老美那裏 所以老美這次又是做上把 你日本日圓不斷跌 出口多點過來我那裏 然後我就買便宜貨 但是你入口的是什麼呀 你入口的石油 有幾滴石油都在我那裏 你千萬不要買俄羅賓石油 那些民主自由的石油嘛 就是我賣貴石油給你 然後你做到一隻狗 就賣一些便宜的日本貨給我去用呀 明白嗎 難怪有些非法來香港人士 在香港打工 真可憐 原來日本真的很難捱 所以你說日本對中國出口升17% 對美國出口升45% 其實日本就代替了中央08年的位置 就救美國了 這樣 但是這個救法呢 我就覺得他必必要去救 總之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人就是 這一刻真是無眼看 其實日圓是局散的 我解釋完給你聽 他一定要印銀紙去到救日債嘛 印那麼多銀紙去到救日債 其實是局散的 根本沒有第二條路 我還怕他印銀紙很嚴重 對呀 還有這個我們都說了 應該糧食也會升價 剛才我們開始說過 如果有糧食期貨 糧食那些這樣的基金可以買的 其實這些應該可以買的 因為他還沒動 但是供應鏈斷力 而且錢沒有訂去 這些投資產品 你再看下去就明白了 不應該買的了 我們再說下去你就明白了 由於出入口生意都是舊老美 你怎麼賺真錢呢 你怎麼賺真錢呢 那這裡叫客人過來嗎 對呀 唯有用這個旅遊業 除了輸出服務之外 又要輸入 叫人進來享受你的服務 然後賺你外匯 對呀 唯有是這樣的 唯有只剩下一些人 有什麼賣的就沒有了 賣服務 賣不到產品 賣人的服務 想要賺5萬億人員 但是指不到剩下 他因為成2萬億 是不是2萬 剛才出入口的 我先看看 出入口的數字是 2萬億日圓 頂倒 他要遊客頂了 頂倒 是2萬億日圓 哦 但是整年才5萬億 一個月都2萬億 頂不久 輸出很多服務才行 這關當然要出來打工了 看來最慘的三上遊瓦 你們又看翻版 是嗎 是什麼來的 哦 老師 哦 老師來的 這樣就是 要想想他 要怎麼賺多點錢 想不可以了 上星期我記得很清楚 拜登說釋放100萬通石油鼠 我們笑他說只有5個月 想著說5個月 這樣是不是啊 哎呀 我看來都沒什麼用的了 算吧 所以他釋放多 1500萬 上星期是1000萬通 每個月200萬通 頂5個月 其實他現在 是不是想著頂5個月 我覺得是頂中期選舉 頂中期選舉 我先數一下手指 但是拜登年任 什麼呢 有沒有計算啊 拜登 哈哈哈哈 跌倒才算啊 是的 200萬通一年 一年2400萬通兩年 5000萬通啊 不行 都要努力啊 拜登也說70元美元要補充石油儲備 他都投降了 以前這麼便宜的 有沒有了 70元算便宜了 拜登說了一個range給你聽 你看看這裡 就是老美心目中的range 是的 很划算了 85元 就貴了 70元便便宜了 現在 但是他跟沙特握手應該要過80元 肯定要過80了 沙特郭說 我們不是夾大家 我們是供求平衡而已 我們說過 亦都是調查過射入的需求 阿聯酋科威特 他們都說 我們減產都不是玩東西的 純粹經濟角度 這樣說 因為我們都說過的 那些人真的是PK 是不是 都電動車了 那怎麼辦呢 是的 你說綠色了 你綠色即是 你以後不要我了 你以後不要我 我以後就賺點錢了 是的 我賺點錢了 還有我不會開油田的 開完都換不了本 你就不要我了 那麼神經病嗎 是的 你經常跟我說 我怕後來的幾年 所以我現在就儲好錢了 不用的了 不用哄我花錢了 就沒有了 不用哄我給你便宜的 不用想了 這樣 這件要留意了 葉岩油 日產量升10萬桶 老實說這個數目 真的不是很夠猴的 也不是小的 日產量10萬桶 一個月300萬桶 可以 可以撐得住 這個減肥減產有得 一天 是的 一個月撐得到 300萬一個月 300萬一個月 人家減200萬而已 他們似乎 一起來有錢 齊齊賺 似乎是這樣的 我同意 是齊齊賺 因為他撐不住 他影響不到另外那邊 但是另外那邊的減產 令到油價升了 他真的有錢齊齊賺 但是不要想著這10萬桶 是可以影響到什麼 是的 不過這10萬桶是每天的 所以整個月多了300萬桶 所以都挺厲害的 它是 升雨 升多過10萬桶 之前其實是5萬桶的 所以都增加了幾多 升降了150萬桶 勉強撐到 奧平的缺口 你要知道為什麼 它是增產10萬桶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阿登神用盡方法 都是隧道 沙迪阿拉伯 增產10萬桶 是的 他那個是 所以 他一定要吃10萬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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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10萬 比起這個 200萬的 200萬的 日產 那都是杯水車身 好了 紐西蘭的CPI 都7.3 其實都很厲害 給你們看一下 7.3 降到7.2 按季升2.2 不要讓它陰倒 按季升3月整年計算是7.2 而另外 加拿大9月通脹 都是去到 6.9 接近7 即是 沒有什麼 降落 水平徘徊 這樣的情況 全球通脹嚴重 我們都說過了 可能下一步 那些 越來越多人 又怕被美金夾 又不敢用 又制裁 你知道 美金又可能換到的東西 少一些 通脹更嚴重 各個加息 我們看一下 白宮 突然說 抑制通脹效果 工作開始有效果 效果在哪裏 8點多有效果 不過 好像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施君也說了 是有效果的 我不做更嚴重 是不是施君 是啊 這是這些數據的盲點 我都要提一下 因為他說有效 還是沒有效 怎麼分 是不是我們做了一些措施 數字沒有什麼改善 就沒有效 我跟你說過不是的 就是說 如果聯儲局不動手 通脹就不止現在 這樣就叫做有效的 不過你說 如果聯儲局不動手 通脹是多少 這件事就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沒錯 所以說這句說話 永遠都對的 別人證明不了你的 所以一定要說 是啊 但是問題是 這個坊間好像沒有什麼人這樣說 只有我們這樣說 這是邏輯來的 我們說的是邏輯來的 你們說得對嗎 接著呢 聯儲局有一些官員 看看他們 由於這個星期 10連債息都很厲害 開始上調了 4.5到4.75才夠 有一個 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的官員 這樣說 接著呢 就是這樣 他說怎麼做得到 就是12月 都要加0.75 什麼意思 11月那次 就要加0.75 12月那次 還要加0.75 加到1.5 我們上次講的都差不多 加到1.5才能收工 這樣 接著呢 另外 亞特蘭銀行的另一個行長就說 我們要經歷一些震痛 這個真是麻煩 這個不是第一次說的 A君這些言論 是不是 對呀 他經常叫震痛 這個人 這個好像不單止他 總之呢 就很多的角度 跟你說 會有這個問題 通脹才會消失的 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預料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如果金融危機不來就震痛 我們說過了 有金融危機已經是好的結果了 如果不是很久了 兄弟 當然啦 有金融危機的話 立刻可以QE 還可以吃餐飽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 因為金融危機毀滅了一些人的財富 以及需求通脹就快速地掉下來了 基本上 所以就可以很快地把它重啟 是不是 如果沒有金融危機 要靠那些人慢慢餓死就餓很久了 就沒有大規模的傷亡 那就搞很久了 這樣就有機會震痛了 那這些聰明仔 去年年中流了5000億 我們記住他 摩通的CEO說美國利率高於4.5 這些這麼貼近市場的老闆 真的像4.5 10年債息失控 升多一格 從4變到4.25 近 沒辦法不退高一點 是不是 如果我們也是說 如果你看這些人說 完全不知為什麼是4.5 如果沒有聽財經ABC 為什麼硬是4.5 你們應該學得 新興市場支付 Mobius 這樣說 息口要高於通脹 才壓到通脹 讀書這樣說 這個就是學者 就是瘋一瓣 這個就是看經濟的 剛才那些是看財經的 對 就是這樣 他就看了印度台灣和巴西的股市 這樣的情況 然後 沒有提到中國 跟我們之前說的有些關係 為什麼我們港股跌得那麼厲害呢 是不是收到風呢 跟著 這個對沖 基金名宿 Arkman 賺了50億 這段時間 他為什麼會賺那麼多 他就是 這個新官 當然是狂買醫藥股 又轉得切身 然後就加薪 這些有些厲害的 其實是的 因為這個有點厲害 那中國連續兩個月珍持美債 那麼 珍持很少就有18億 好像技術上還在後裔平衡 但是日本8月加持345億 為什麼呢 會不會減施美元 買日圓 當然啦 那些錢不必要來 還要貿赤 老闆 executives 這個動作很明顯 對呀 搞不定 真是受不了 IMF就說 除了這個通脹之外 這個通脹就很嚴重 接著還有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已經遇到了 根本已經是經濟衰退 你老美已經是兩季了 對呀 也不能說不是 不過我們就下集再繼續說 他說經濟衰退是這樣 但是人們會不會站在這裏衰退呢 還是會有其他東西呢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說了這麼久 先閃閃一下 日本日圓真的一直向南 一路向西 歸西都可以 基本上 但其實 我想兩體 日本的精英想著自豬死地而後身 但是老美的老闆只是想著自豬死地 所以他吃了它 因為我覺得是後身也不知 如果歐洲不霸的話 那你就唯有犧牲一下自己 去被吸血鬼了 這次呢 金頭髮的老美吸血鬼 似乎想先吸黑化女郎 當然了 那邊不是很容易吃 對啦 驅魔人 但是不是要對付 拒了家裡才是 對啦 形勢就是這樣 港股就是這個跌勢就不尋常 認為似乎有隱憂 股票真的不能碰 那形勢呢 其實開咪之前 A軍也談過了 那又有通脹 經濟又差了 你看到這一節 這一節的開頭都經濟差了 兩樣加上就是 真的滯脹了 A軍 對啦 七十年代模特兒 那七十年代模特兒 你跟我說的 不非得說的故事 是啊 就是這樣的 七十年代 對啦 1964年到1981年 到底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是升了多少呢 是多少呢 答案是 升了一點都沒有的 8、8、7、15點沒有動過 17年時間 真的呀 遇上小龍女都可以夠時間 把兒子拿出來 喂 好像港股也是差不多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奇怪 很多人都說 港股啊 這麼多年了 都沒上過 怎麼做集資功能 我想說 美股不一樣試過17年 沒有升過 那現在倒多少呢 往後的東西 往後再看啦 是啊 總之 現在真是生人物近 不過呢 在壞的時候 你就不要蹤過去 正所謂明天會近老 今晚要過島 對呀 過到今晚先啊 大哥 好 對了 今晚要過島 這件事都說了 所以真是 有趕利臺 當然是 沒有窮人 好啦 我們下集再講個赤衛B 和其他的危機 拜拜